第七十一集 负责人一边放了心,一边又着急起来 一下子少了四个化妆师,这怎么忙得过来 他们办婚礼的地方又在郊区,林实在找已来不及 他当机立断 小林,你去问问酒店有没有什么办法 刚刚报信的志愿者立刻跑了出去 负责人拍了拍手掌,吸引大厅里所有人的注意 有一个事情,我们约好的一组化妆师忽然来不了了 现在我们缺四个化妆师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志愿者里有人会化妆吗 新娘有会自己化妆的吗 志愿者们面面相去,新娘子们则一下子急了 我平时都不化妆 就算化妆水平也很差,怎么跟化妆师比啊 他们委屈的都快哭了 谁不想结婚的时候特别美丽呢 负责人也焦急 那其他化妆师快点来得及吗 一位化妆师为难地说 我们化妆造型一体的,肯定来不及 小王站在一旁也是束手无策 交集中,他瞥见角落里那位英俊的新郎突然站了起来 点头朝他示意 他来不及多想,立刻跑过去 到了他们面前,新娘子朝他灿然一笑,说 你们缺化妆师吗? 我的团队就在楼上 十分钟后,一对造型时尚的男男女女一人拖着一个行李箱 宛如走梯台般走进了休息大厅 走在最前面的年轻男人,在负责人面前停下脚步 你好,我们是乔乔姐的化妆团队 请问哪些新娘需要我们化妆? 负责人懵了一下 这些是化妆师? 怎么和他请的化妆师,化风完全不同啊 不过他们立刻反应过来 把他们往新娘面前带 是他们四个 新郎也要稍微打理一下,来得及吗?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婚礼了 年轻男子打量了一下新娘们 新娘们这么漂亮,当然来得及 紧张的气氛一下子被驱散了 新娘们终于露出了笑容 化妆师们纷纷打开行李箱 取出巨大的化妆包 年轻男人一边摆着化妆品 一边目光在大厅里搜寻着 最终目光定格在了角落 他朝那边眨了一下眼 吹着口哨,开始工作 休息大厅里,重新有序地忙碌起来 一位还没轮到做造型的新郎起身 到饮水机那儿倒水 却遇到一个绝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于途 他惊诧地看着在饮水机前低头接水的男人 你怎么在这儿,你也参加集体婚礼 不对 才说完,他就自己否定了 怎么可能,你女朋友不是大明星吗 那你今天搞这么帅干嘛 一身西装笔挺,他猜测 难道是伴郎?谁这么想不开,找你当伴郎? 于途接完水,抬头一笑说 不,今天我也是新了 同事灯石愣住了 于途回到座位,把水杯递给乔晶晶 等他喝完水,他拉起他 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乔晶晶站起来 爸妈他们过来了 还没 那我们去哪儿 你不是说,被发现了我们就跑吗 被发现了 乔晶晶回望大厅 好像的确有点小骚动 然而还来不及细看 他就被于途从小门拉了出去 小门外是草坪 他穿着高跟鞋和婚纱布好走路 于途一把横抱起他 乔晶晶惊呼了一下 我们真的要跑吗 虽然有点刺激 但是好怕被爸爸妈妈打屁股 不跑 于途边走边在他耳边说 我忽然有点紧张 担心弄错流程 要打赏 他 governors里不过回家 就可以找到 暖心强口 但是我认识 这一号子 因为我们就这么说 老是那种 很子气 然后啊 你半个人 让我再发现 我再发现 把约子 感谢观看 后一队入场的新婚夫妻 会不会太后面了 不会啊 我们从来都是压轴出场的 我觉得也是 好了 我们进场了 于途深深呼吸 推开了宴会厅的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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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忽略了他们的目光 此时此刻 在这个梦幻的宇宙里 只有他们彼此的存在 他们走到了舞台 我们站在这里 于途拉着乔晶晶在一个有点偏的位置站定 你记得很清楚啊 根本不需要我导航嘛 于途轻轻地笑 我当然记得清楚 那然后呢 乔晶晶眼睛亮闪闪地看着他 然后 四姨会宣布婚礼正式开始 我的老师 会为我们证婚 我们的父母亲友会在台下无比欢喜地看着 我们要交换戒指 宣读誓言 护许终身 最后 在千万星光中 璀璨银河里 我可以拥抱你 对你说 于途揽过乔晶晶的腰 低头稳住他 说 我爱你 本集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沈念如的其他作品哦 下集见 第七十二集 时光匆匆 转眼就是四年 这天 在横店拍戏的乔晶晶 接到了于途从出差地方打来的电话 于途在电话那头说 今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 排在我前面的两个小姑娘是其他所的 我听到他们在讨论我 哼 你现在也是有粉丝的人了 朝我炫耀吗 于途在他们婚礼前不久 被任命为首个小行星探测器的副总设计师之一 前年又被任命为搜神号行星探测器的总设计师 作为航天领域最年轻的总设之一 也有了不少年轻的崇拜者 我怎么会找你炫耀粉丝 我听见一个小姑娘说 她对我幻灭了 你看了什么 人家怎么就幻灭了 她说 今天我在会议室外碰见于总 没想到于总看上去那么学术的人 手机桌面居然是女明星 幸好她跟我结束不多 不然她会发现这个女明星的照片 我还一周一换呢 这两个小姑娘念书一定很专心 从不关注八卦 不过或许 跟乔津津一直以来在婚姻上 特别低调也有关系 四年前他们成功在婚礼结束后 才被媒体发现 然后各种社交媒体就炸了 乔津津津发了微博 告诉粉丝自己结婚了 却没有带照片 虽然媒体很快就翻出了 他们一起参加王者荣耀比赛的视频 但是到底比本人发照片影响力要小很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不提 就更只有粉丝 和特别关心娱乐圈的吃瓜群众关注了 后来你解释了吗 乔津津饶有兴趣地追问 后来那两个小姑娘买完饭 回头看见她都惊呆了 尴尬得不得了 于途本来点点头就算过去了 吃着饭却改变了主意 觉得实在不能让自己的形象受损 后来吃完饭又在门口看见他们 我特意走过去跟他们说 我手机桌面是我老婆 余总你好幼稚 不过我看他们好像不太相信 幼稚的余总说 所以你要不要帮我证明一下 这个怎么证明啊 发微博吗 乔津津哭笑不得 那倒不用 不过或许可以来我这探个班 顺便看看火箭发射 你的戏是不是快上星了 乔津津愣住了 然后迅速地反应过来 我可以去吗 你在火箭发射基地 我要去 你在哪啊 现在可以说了吗 那边被她一连串问题都笑了 解释说 可以来啊 这次院里组织了一个家属探班活动 我在海南 文昌发射中心 看火箭发射怎么能顺便 明明看余老师才是顺便 半个月后 海南 乔津津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两天才到海南 没办法 遇上天气不好 拍不了外景 杀青时间晚了两天 飞机在海口美兰机场一落地 她就给余图发了微信 我下飞机了 然后又在这次探班的家属群里 发了一条 我到海南了 不好意思晚到了两天 这次航天部门组织的家属探班活动 一共十个名额 主要是针对搜神号科研人员的家属 于途所在的巴林作为抓总研制单位 拿到了三个名额 其他七个家属则来自五湖四海 其他参与研制的研究所 负责这次活动的后勤工作人员 专门给家属们拉了一个微信群 以便大家联系 不过航天人们并没有被拉进群里 毕竟发射任务在即 也拨好太多的聊天记录打扰他们 群里迅速有了回复 我孙女早上还打电话问我 签到名没有 你快来 这是搜神号首席科学家 萧院士的夫人 赵教授 不玩不玩 没错过发射 这是来自天津的男家属 王大哥 乔晶晶一一回复了他们 然后便收起手机和小猪林姐他们一起去拿行李 从美兰机场到文昌 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车子林姐早就安排好 上了车 乔晶晶拿出手机 于途仍旧没有回复 多半是在工作中 倒是群里又刷了好几条 大多是欢迎他的 只除了一条 晚两天来挺好 没啥意思 感觉是来帮忙洗衣服的 乔晶晶微微有些诧异 说话的人她认识 是于途同一个研究所同事 小胡的妻子小李 这些年大家在聚餐时见过几面 印象中是个腼腆寡言的妹子 可是这句话 却颇有些怨对的味道 不过这个群毕竟有工作人员和其他家属在 说这话好像不太合适 果然她说完之后冷场了好一会儿 过了好几分钟 工作人员才冒出来打圆场 等任务结束啊 一定有时间让大家和家人开开心心的玩过瘾 乔老师 你真的不用我们到机场街吗 乔晶晶回复她 刚刚在拿行李 不用麻烦你们了 我有人送 到了基地门口 麻烦你接我一下就好 那一定的 司机按照工作人员给的导航 把车开到了文昌发射基地 一个比较偏的门口 大门已经在眼前 车子开始减速 坐在副驾驶座的小猪 突然哇了一声 哇 晶晶 是余老师来接你 哎 她怎么有空 乔晶晶惊讶地打开车窗 果然在基地门口 看见了余途挺拔的身影 余途这时也看见了他们 举步朝他们走过来 车子停住了 乔晶晶迫不及待地跳下车 一把抱住行至车前的余途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忙吗 余途接住他 正好有时间 灵姐在后面简直没眼看 咳嗽了一声 提醒他基地门口 有把守的军人们正看着呢 余途含笑向灵姐小猪道谢 灵姐 小猪 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 我们也来海南度假 小猪连连点头 嗯 今天说给我们报销 乔晶晶晶嫌弃地说 你什么时候旅游我不给你报销了 小猪立刻采红屁 老百万岁 百年好合 于途失笑 小猪越来越活泼了 灵姐说了下他们的安排 阿国带着孩子和小猪妈妈已经到三亚了 我们在三亚玩几天也过来看发射 啊 我昨天看官方新闻公布了 说是周六晚上发射对吧 这次啊 你们发射挺受关注的 好像央视还有直播呢 唉 就是不能像晶晶一样在发射场里面看了 镇上有几个观看点也很不错 于途推荐了几个地方 酒店里也能看 嗯 应该可以 啊 那挺好的 到时候再跟酒店确认一下 行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灵姐急着去跟老公孩子会合 乔晶晶挥手欢送他们 等灵姐和小猪离开 于途拖着行李箱 带乔晶晶到门口安检 航天基地因为盛密 都是由军人助手 乔晶晶把自己的身份证 递给安检的军人小哥 于途则在访客登记簿上登记 军人小哥核对完身份证后 把证件还给了乔晶晶 于途还没登记完 小哥看了乔晶晶好几眼 最后红着脸 憋不住地说了一句 乔小姐 我 我从小看着你电视剧长大的 啊 谢谢 于途在旁边 不给面子地笑了出来 乔晶晶偷偷踢他 于途边低头登记 边训练有素的小走位闪避 等登记好 递还登记簿的时候 他还十分礼貌地 带乔晶晶向人家再度道谢 谢谢你从小到大的支持 小哥脸更红了 憨憨地摆手 不用不用 乔晶晶无语 扎心了小哥 唉 小哥你这样以后怎么找女朋友啊 不过于老师这么欠揍的都能找到 小哥应该也不能啊 受到打击的乔晶晶 蔫蔫蔫地跟着于途过了安检 很快又新鲜起来 因为他发现于途居然开了一辆 敞篷电动车来接他 就是旅游景点常见的那种 可以坐十几个人的旅游观光电动车 感觉有点酷啊 乔晶晶立刻爬上最前排的副座 你怎么弄了这么一辆车来接我 切到什么就是什么 于途把他的行李箱拎到后排 坐上驾驶座后 又拿出一顶早就准备好的大草帽 啊 给你防晒 于老师肯定是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直男了 乔晶晶满意地把草帽往自己头上一扣 催促他 走了走了 导游开车 本集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沈念如的其他作品哦 下集见 第七十三集 观光车悠悠地行驶在宽阔的夜陵大道上 头顶着蓝天白云吹拂着轻柔海风 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绿地椰树 乔晶晶舒服地靠在椅背上 觉得连日来感谢的疲惫一扫而空 整个人身心都轻松了 这里简直像旅游景点哎 这个基地本来就兼具旅游和科教功能 导游你很失职啊 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哦 于途应了一声 开始被资料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四大发射场之一 也是唯一的低维度发射场 这些我百度百科上看过了 食堂非常好吃 还有呢 我要在这里把搜神号送入太空 于途目视着前方开车 唇边带着淡淡的笑意 眉宇间尽是自信的神采 乔晶晶看着他 心中也豪情澎湃起来 好吧 那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发射场了 他指着远处 矗立的巨大钢铁建筑问 那个是发射塔架吗 嗯 那是长五的发射塔架 另一个是长期的 那两个很高的白色建筑是什么 总装测试厂房 在乔晶晶叽叽喳喳的问题中 观光车转了个圈 开进了一条较为狭窄的路 两旁的椰子林好像更密了一点 静谜而又深 乔晶晶安静下来 一会儿问他 你们这里有没有监控啊 观光车突然减速 徐徐停在了路边 乔晶晶疑惑地扭头 干嘛停 他的嘴唇突如其来地被堵住了 于途辅过身 一手扣住他的草帽 一手按住了他的手 吻得深切又温柔 他不太努力地挣扎着 你干什么 于途抽出空回答他 声音有些低呀 你问有没有监控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的确有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怎么领会得这么快啊 乔晶晶神思迷乱地问 那有吗 当然有 我们是保密单位 乔晶晶瞪他 然后在于途满是笑意的眼眸里 用力一拉 反稳了回去 反正保密嘛 那还怕什么 于途把乔晶晶带到基地里 他住的宾馆后 就匆匆去加班了 事实证明 于总是亲自来接这种事 果然是昙花一现 天天忙得不见人影 才是常态 不过乔晶晶对此 倒没什么落差 来之前 他就有心理准备了 毕竟搜神号探测器 发射在即 他们的工作 肯定很紧张忙碌 乔晶晶连日来赶戏也累得很 于是也先好好的休息 放松了一下 然后就开始愉快地度假了 不得不说 基地里真是一个度假的好地方 空气新鲜 美景优美不说 还包吃包住 而且行动又自由 完全不用出个门 还要戴口罩什么的 虽然第一天难免被多看了几眼 但是很快 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乔晶晶先把基地里允许的地方 单刷了一遍 然后就开始在家属群里呼朋唤友 号召大家一起组团刷基地外的小镇 家属群一下子活跃起来 本来嘛 探班不等于旅游团 基地也没有组织太多活动 在家人忙工作的情况下 家属们难免有些无聊 但是乔晶晶一来 气氛立刻不一样了 大家顿时有了旅游团团长 很快 余总就在百忙中 接到了同事们的各种意见 有感谢的 比如萧远氏 你太太很不错 自从她来了我家 赵教授再也不说无聊了 天天在外头玩得开心 就是晚上一回去啊 就拉着我看照片 小月 关于拍照这个事情 我有点小意见 你看 要不要跟小乔说一说 比如说同一个地方 是不是不用帮赵教授拍十张 我老眼昏花 实在看不出哪张更好看 当然也有投诉的 以前我回去啊 老婆都用电饭锅炖着补汤 你老婆一来 就只有外面带回来的夜宵了 有此我回去啊 他们还没回来呢 于途向乔晶晶传达了一下 大家的投诉 乔晶晶对此 却自有一番大道理 我们玩得开心 你们才能毫无后顾之忧的工作啊 不然心里还要内疚 没时间陪我们 心里压力多大啊 有如此善解人意的老婆 于途还能说什么呢 当然是把老婆的理由 反馈给同事 并大方地表示不用谢了 好像有点道理啊 但是好像又有哪儿不对 不过几天玩下来 乔晶晶却对小胡夫妇有点担心 某天睡觉前 他问于途 小李好像一直不太开心的样子 他和小胡怎么了 于途极简单地说 小李前日子生命住院 小胡太忙了 不用他多说 乔晶晶便明白了 那 要我做点什么吗 乔晶晶也不太确定 好像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太合适 不用了 于途考虑了片刻说 如果小李觉得和小胡在一起 付出太多不开心 我们也不能劝人付出 乔晶晶叹了口气 于老师的婚姻爱情观 有时候简直冷静到冷酷 理智上 他赞同他的说法 但是小胡和小李 明明都是那么好的人啊 他靠在了于途怀里 幸好我也忙 不然说不定 也会怪你的 于途没说话 一下一下地 扶着乔晶晶的长发 乔晶晶安静地围着 于途的动作 渐渐慢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 耳边传来他均匀的呼吸声 他睡着了 乔晶晶轻轻地挣脱出来 让他睡得更舒服一点 他玩了一会儿于途的头发和手指 心满意足地 闭上了眼睛 很快就到了火箭发射的日子 家属们观看的地方 被安排在了指挥控制中心 大楼前的广场上 这是最佳的观看点之一 也是离航天人们最近的地方 周六晚上吃完晚饭 他们早早地 就跟着工作人员来到了观看点 那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比他们来得还早 负责他们后勤的工作人员 指着身后的大楼说 这里就是指控中心 现在你们家里人就在楼里 估计都紧张着呢 他说着有点遗憾 本来最早想安排大家在指控中心里面观看的 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被取消了 没关系 这边也很好 一位家属笑着说 就是人多了点 好像不全是基地里的人 静静要戴着口罩了 戴着口罩的乔晶晶摆摆手 一会儿天黑了就可以拿下来了 其实就算现在拿下来也没事啊 大家都看火箭 不会关注我的 的确如此 此时远处的发射塔架已经打开 巨大的长征七号火箭 矗立在发射宫位上 所有人都在注视着它 饱含兴奋和激动 一点都不觉得等大的过程枯燥 就这么闲聊着 发射的时间一点一点逼近了 广场上的广播里 传来动摇指挥员的声音 两分钟准备 原本有点喧闹的人群 顿时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秉息望着远方的火箭 一分钟准备 五十秒 四十秒 三十秒 二十秒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天火 随着动摇指挥员一声令下 发射塔上巨大的白色舰体 在烟雾中轰然腾空而起 带着巨大的轰鸣声和烈焰长尾 姿势稳定地冲向天空 起飞的那一刻 人群是极度安静的 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夜空 随着火箭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广场上 渐渐响起了欢呼声 火箭在天空变成了一个光点 欢呼声变成了经久不散的热烈掌声 发射成功了的喊声 此起彼伏 乔晶晶也跟着激动了一下 却还悬着心 拿出手机打开央视直播 本集结束哦 如果喜欢就订阅分享五星好评 记得分享哦 主播在这里感谢您啦 直播比起现场显得有点冷静 画面大部分时间 展示着火箭飞行的实时动态模拟图 偶尔也会切一下指挥大厅和央视演播厅 直播里的报告声不停地响起 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摇侧信号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铜骨岭跟踪正常 摇侧信号正常 这是全国各个测控点 依次报告着火箭飞行情况 不知不觉中 家属们都围在了乔晶晶身边 大家一起看着手机 认真地听着播报 大约三分钟左右 助推器分离 接下来 一二级成功分离 抛正流照 终于 大约十分钟的时候 二级发动机关机 器件成功分离 搜神号探测器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乔晶晶常常出了一口气 脸上真正露出笑容来 围着他看直播的家属们 也欢呼起来 王大哥说 我真的是不太懂 这是不是就算成功了 只能说发射成功吧 搜神号在太空中的旅行才开始 但是无论如何 他已经成功地出发了 懂得比较多的赵教授 耐心地给王大哥解释着 乔晶晶抬头 仰望无垠深远的夜空 又回头看向身后灯火通明的指控大楼 那个承载着于途和很多人心血的梦想的探测器 已经离开了地球 按照预定的轨道在太空中飞行着 于途现在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 应该比他更激动和自豪吧 不过也不一定 于老师自从升任总设计师后 愈发地沉稳内敛 或许短暂地庆祝之后 正一脸冷静地盯着实时数据分析呢 忽然好想见到他 和他在一起 家属们这时候 才发现周围观看火箭发射的人群早已经散去 此时指控大楼前 就剩下他们这些家属了 人都走光了呀 那我们也回去了 乔晶晶从远处收回目光 突然想起于途早上离开前的叮嘱 连忙说 等一下 一会儿可能有采访 我们看完采访再走吧 正说着 直播画面就从央视演播厅切到了指控大厅 央视记者开始现场采访了 第一个接受采访的人正是小胡 乔晶晶立刻把手机塞给了小李 快看 小胡被采访了 小李愣了一下 目光落在了手机屏幕上 记者问了小胡不少问题 小胡不慌不忙一一回答着 他平时最卓于言辞的一个人 此时面对镜头却是侃侃而谈 浑身上下充满着专业的魅力 小李看得目不转睛 对小胡的采访 持续了很长时间 接着 记者又采访了搜神号首席科学家萧院士 萧院士回答了记者 关于搜神号的意义和科学目标方面的问题 最后被采访的 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航天前辈 全部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 镜头又切回到了央视演播厅 家属们有些意犹未尽 有人问乔晶晶 你家于总怎么没接受采访啊 乔晶晶早就知道 于途把采访机会安排给了小胡 嘴上却俏皮地说 大概记者看谁顺眼就采访谁吧 大家都想 那于总当然不让啊 小李还拿着手机发呆 乔晶晶也不急着把手机拿回来了 她看了一眼身后的指控大楼 又有了新主意 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出来一起回去怎么样 这个主意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纷纷点头 不过也有人有点担心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王大哥说 不知道 不过回去也是等 难道你们睡得着吗 刚刚看过火箭发射 正心潮澎湃的家属们 纷纷摇头 睡不着睡不着 还不如和大家在这里聊天呢 我们可以待在这里等吗 乔晶晶问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点头道 应该可以 不要乱走就行 于是就这么说定了 他们现在站的地方太忠心了 一群人往远处边上走了走 找了个距离稍远 又能看见大门的地方 边刷着新闻边聊着天 等着家人出来 大约一小时后 陆续有人出来了 却始终不见于途他们的身影 赵教授比较有经验 这些应该是负责火箭发射的 负责探测去的 肯定要晚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 萧院士率先出来了 看到他们在等 很是惊讶 指着乔晶晶笑着说 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乔晶晶俏皮一笑 是啊 我就知道 小夫妻两个一样主意多有伎俩 你们再等等 今天发射很理想 不会太晚的 没想到于总在老院士那儿 居然还有这么活泼可爱的评价 乔晶晶不由暗笑 工作人员带着两位老人先走了 陆陆续续的 又有人等到家人后离开 最后大楼外 只剩下了乔晶晶和小李 乔晶晶等得有点困了 终于看见小胡出来了 小胡见他们 简直受宠若惊 对着小李不敢相信地问 你在等我 小李被他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乔晶晶带他发言 不等你等谁啊 我家于途呢 怎么还不出来 他跟我一起走的 好像被人拉住说话了 快出来了 小胡抓了抓头发 我们陪你等他一起走 别别别 乔晶晶简直无奈了 小胡能不能拿出点智商 探给情商啊 你们别打扰我和我家于总的 二人世界啊 正说着 眼角余光撇到了指控大楼台阶上 走下来的人影 乔晶晶连忙说 我看见他了 你们先走吧 拜拜 走快点 不要当我们电灯泡啊 不等小胡夫妇反应过来 他就跑了 迎着于途的方向快走了几步 却见于途走下台阶后 停在了路边 拿出手机 似乎在开机 他们在里面手机都是关机的 现在一出来就开机 会不会是要打给他 乔晶晶连忙也停下脚步 把手机调成振动 结果过了一会儿 于途已经在通话了 他的手机 却仍然毫无动静 这就过分了 他在打给谁呢 乔晶晶从旁边的草地上绕了一下 从背后靠近于途 等走近了 正想吓他一跳 却听见他说 搜神号后面还有很多考验 但迄今为止 不负所托 乔晶晶一下子停住了 他知道他在跟谁通话了 是关在 搜神号的诞生 一波三折 最早的方案 是由关在和于途 一起设计论证的 后来关在因病离港了两年 于途接过了关在大部分工作 再后来 这个型号又因为国家全局规划 一度搁置 前年才重新启动 于途直接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于途开始是拒绝的 理由是 关在已经回来了 关在知道后 却把他骂了一顿 因为技术的进步革新 搜神号后来的方案 和他们初始的方案 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而且关在那时候身体 也还不足以承担 如此繁重的工作 无疑于途 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终 于途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命 并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曾经关在在医院里 对他的托付 他从来没有一刻忘记过 一瞬间 乔晶晶又是心酸 又是骄傲 他望着一灯下 男人挺直的背影 这个男人 有理想 有担当 在他眼里 永远如星辰耀眼 举世无双 他手里的手机开始震动了 乔晶晶回神 才发现于途已经结束了 和关在的通话 正在打给他 不想被他看见 自己眼眶红红的样子 他飞快地躲到旁边一棵椰子树后面 接通了电话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乔晶晶扫走了那一点点酸涩 捂着手机开心地说 恭喜你们 发射成功了 于途笑了一下 叫他的名字 晶晶 弃剑成功分离的时候 大家都在鼓掌 我忽然想到很久以前 你对我说 你已经是看过最多星星的一只兔子了 今天 我真的可以去看更多星星了 谢谢你 乔晶晶握着手机愣住了 心里刚刚才卷走的色意 突然卷土重来 变本加厉 他眼睛酸极了 一时间竟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好半声 他从椰子树后面走出来 说 你回头 我在你后面 于途回过头 看见他 漠然笑了 这么大了还这么贫 他收起手机走向他 到了跟前 才发现他的眼睛湿湿的 他伸手擦拭他的眼睛 无数的欠疚涌上心头 他把他拉到自己的怀里 辛苦了 乔晶晶 乔晶晶 埋在他怀里摇头 辛苦有时候是辛苦的 偶尔 也会有点小埋怨 但是这些 都不是此刻 他突然想哭的原因 这一刻的热泪盈眶 是想起无数次 他深夜服安工作 是因为刚刚 他跟关在说的那句 不负所托 是为了一群人的坚持 荣耀 和梦想 是为更多的星星 更遥远的 星河 听众朋友 本书已全部播剪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